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外发生了一件令人参目结舌的事件 案件的主角是一名叫马克曼的华裔男子 他先假扮成乐器收藏家 握走了一堆名贵的小提琴 然后在得知自己被FBI钉上之后 居然游去抢银行 这种脑回路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根据联邦司法的声明 马克曼已经承认了电讯欺诈和银行抢劫两项重罪指控 面临最高40年的刑期 我们来看看马克曼是怎样作案的 从2020年8月到2023年4月 他假扮成一名乐器的收藏家 联系全国各地的小提琴店 他说想买琴 但是先借来试一下 为了让商家相信他 有时候他还会先买一个琴工 琴到手之后 马克曼就开始玩花招 他会和商家讨价还价 看起来是认真购买 但是等试用其一过 他就不还琴了 而是为小提琴店开空投支票 如果商家发现了支票兑换不到 找他问的时候 他又会继续寄出更多的空投支票 甚至还偏造成小提琴已经寄回来了 只是在邮寄过程中不幸丢失了 最后马克曼就会彻底地失去联络 将偷来的琴据为己有 或者转手卖了它 根据法庭文件显示 他盗洒的琴可能都是价值不菲的 比如一把一百二三年的 Loranzo Wentepein的小提琴 价值17万5美金 一把一九零三年的 Grillio Degani小提琴 价值5.5万美金 除此之外 还有好几把价值不等的名贵小提琴 以及一把价值7500美金的小提琴弓 更让人吃惊的就是 马克曼竟然将其中三把偷来的小提琴和一把琴弓 以44700美金的价格 埋给了不知情的买家 有一次 他借来一把价值17万5美金的小提琴 试用期还未结束 就将琴埋了 这一系列的骗局 最终引起了联邦调查局 艺术犯罪小组的注意 他们和当地的警方联手 对马克曼展开调查 故事到这里还未结束 当马克曼得知自己被FBI钉上之后 他的反应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你们猜他会做些什么 他居然去抢劫银行 就在今年4月2日 马克曼戴着个帽 墨镜 头巾 和蓝色手套 走入了以湾的一家银行 他们给出纳员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一万八千美金 要现金 而保持冷静 不会造成伤害 多谢 出纳员因为无权提取 这么大额的现金 拒绝了他的要求 马克曼就威胁说 将你所有的钱都给我 最后 出纳员担心安全问题 给了他柜台里面的446美金 马克曼拿走钱之后就走 但是很快就被警方逮捕 现在马克曼已经认了罪 检察官认为 他的行为性质严重 不单只涉及到涉贵种物品 还利用银行系统的漏洞 非法牟利 他的量刑听证会 定在明年2月24日举行 根据美国之音报导 近日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 郊外繁忙的卫星城 戴诺伊达 三名被中国黑帮操纵 和精心策划的网络犯罪受害者 向美国之音分享了他们的可怕经历 卡尼德 沙努克 和伊姆兰 回忆了他们被高薪工作承诺 评骗到简布宅之后 陷入了中国人操控的 诈骗行动的恐怖遭遇 这三人都是来自普通家庭的年轻人 迫切需要就业的机会 当卡尼德接到了一个提供简布宅工作的电话时 他们的希望瞬间被点燃 没有丝毫的犹豫 他们匆忙收拾行李 坏着在国外获得美好生活的梦想 他们以为这是摆脱失业的千载难逢机会 到达简布宅之后 他们被送入了远离城市中心的 坎达尔一个偏远地区 当他们到达一栋不起眼的建筑时 最初的兴奋感转为不安 10个印度人站在外面 面色阴沉 沉默无言 进入大楼之后 他们被介绍给一个严肃的中国老板 他毫不浪费时间 直接就让他们开始工作 他们被承诺的工作 一份合法的办公室工作 每月工资一千美金 原来是一场骗局 相反 他们被递上电话 被要求打电话 劝说人家投资加密货币骗局 如果成功 他们会获得一些佣金 如果失败 他们将面临看罚 他们的护照和手机都被没收 完全失去了逃跑的机会 卡尼德回忆被欺骗的痛苦时 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个就是一场噩梦 他的声音充满了愤怒和恐惧 他说 我们被承诺高薪工作 但是到达之后 被带到一个偏远的地方 被逼在这些诈骗中心工作 如果没有完成目标 我们就会挨打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面 他们忍受着每周七日 每天16小时的繁重工作 他们的护照被拿走 随时都有人监视他们 而且他们根本就没办法逃跑 条件非常恶劣 食物和水供应有限 房间过于涌距 还有不断的心理虐待 满足诈骗中心的日常目标 压力很大 而一旦失败 结果非常残酷 其中一名例子 古吉拉特邦的受害者 因为未能达成足够的投资 而遭到严重殴打 导致他要住院治疗 尽管面临风险 卡尼德和他的同伴 也曾经多次试图逃跑 不过 建筑物内部安装了秘露电视摄像头 守卫随时都在监视他们 他们完全被困住了 两周之后 事态才有所进展 在其中一名受害者 撤发秘密联系家人之后 印度大使馆得已找到诈骗中心 大使馆官员假扮成潜在投资者进入建筑物 成功找到了这几名年轻人 并将他们带到了安全的地带 3月15日 三个人终于乘坐飞机 飞回印度 尽管他们获得了自由 但是这段经历 被他们留下了深刻的伤痕 卡尼德语气沉重地说到 还有很多人被困在柬埔寨 我们很幸运能够逃脱 但是我们需要拯救其他人 根据海外中文媒体报导 这些东南亚诈骗中心的幕后老板 基本都是中国人 此前东南亚诈骗集团老板 白亿富豪蛇志刚 曾经在泰国监狱中向媒体爆料 东南亚这些国家的灰色产业 都是和中共一带一路的项目有关系的 所有的东南亚辩讯诈骗产业 都是一带一路项目的附带产品 包括了在金三角的赵伟搞的诈骗园区 也都是和中共有直接的关系 中共都是从其中拿到了巨大的利益 中共在国内搞反诈骗 但是其实它是表面搞一套 背后搞一套 这些诈骗集团都是中共的人 和当地人勾结在一起 共同做起来的 中共才是背后真正的老板 由美国富豪马斯克所创办的 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 正在打造一款名为《孟视》的装置 可以将神经信号转译 并传送给包括电脑或者手机上 这款装置仍在实验中 未来如果取得成功 可以协助盲人恢复视力 9月17日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认证孟视 为突破性装置 马斯克透过社群平台X表示 在与视力有关的大脑皮层 未受损的情况之下 盲视可以让天生失明的人 拥有看见世界的能力 他说初期的盲视可以提供视力 类似低于画质的点阵图 随着技术的提高 未来可能超越正常人的视力 还具有包括红外线 紫外线甚至雷达掃描的能力 成立于2016年的Neuralink 目前正在打造一款能够植入人类头骨 并且能够与体外的装置联络的芯片 未来可以让因为神经受损而瘫痪的人士 能够用意念控制装置 这个产品的名称叫做心灵感应 比如为遭受严重创伤的 或者患有先天智障的患者製造 可以凭意念控制轮椅和假肢 或者让同时患有语言和肢体障碍的患者 凭借脑机接口 将它所思所想呈现在电脑屏幕上 实现与外界的交流 马斯克1月29日在X平台上发问说 Neuralink公司已经为首位人类患者 植入了大脑芯片 植入者恢复状态良好 初步的结果显示 神经元尖锋检测很有前景 他说只要需要思考 就可以控制手机和电脑 并通过他们控制机库任何设备 马斯克的推文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中国的科技队伍也不甘示弱 在马斯克公布了Neuralink 脑机接口试验的当日 北京的清华大学也对外宣布 后奴归校医学院与北京宣母医学院合作 早在去年10月24日就成功进行了 无线未创植入脑机接口 透过在高位截摊患者 脑骨中植入处理器 采集患者的脑驱神经信号 让患者透过二年脑控外部机器设备 实现自主饮水等功能 中共的脑计划 全称是脑科学与雷脑科学研究计划 它是中共政府支持的最全面的脑机接口研究项目 这个项目在2015年与十三五计划一起开始筹划 并在2021年正式启动 获得了北京当局勃款超过31.400亿元人民币 虽然脑机接口技术能够提升公众的健康 但是脑控技术发展的同时 亦都带来了巨大的隐忧 专家担心有一天 脑控技术会演变成为控脑的技术 因为脑机接口的潜在作用 不单止在于人脑控制机器 未来亦都可以让外部的机器 控制人类的情绪和认知 不过也都有专家认为 人的大脑极其复杂 脑机接口技术 不会在可预期的未来 在实际应用方面 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 看来我们现在不用过于担心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突发事件 9月19日 日本从下控股公司宣布 决定允许驻华员工及其家属 暂时返回日本 并表示相关费用将日本公司负担 这个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是9月18日当日 广东山深圳市发生了一宗令人震惊的事件 一名十岁的日本籍男童 在上学的途中 遭遇中国男子持刀襲击 场后身亡 事件发生的时候 男童在母亲的陪伴下 潜满深圳的学校上学 在距离学校近200米的地方 做到44岁中国籍男子的襲击 目击者说 男童的腹部和伤腿受伤严重 现场惨不引导 尽管被紧急送衣抢救 但最终在19日凌晨离世 这件事迅速引起国际关注 在19日的中共外交部离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林劍指出 遇害男童的父母分别为日本和中国公民 中国政府已经展开调查 并承诺会为受害家庭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 不过多岸媒记者提问 今次的事件 是否和6月苏州日本人和校遇集案件类似的时候 林劍强调 这次的案件是个案 根据目前掌握的状况 这是一宗个案 类似的案件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发生 中方对发生这样的事件 表示遗憾和痛心 日本外务大臣上川阳子 对男童遇害事件表态说 我们对这个事件高度重视 对于儿童在上学途中 遇到如此悲劣的行为 深感遗憾 他进一步指出 日本外务省已经向中方 提出有关加强安拙措施的建议 并将全力促使具体对策落实 要求中方详细说明事件经过 并且展开彻底调查 与此同时 日本官房长官林芳正 亦对该事件表示遗憾 此外 日本银行家协会会长 三井署友银行组裁 福留明云 亦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希望中国政府采取彻底措施 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为了应对此次危机 日本驻华大使金参宪宪 已经在9月19日大达深圳 和当地政府官员会面 要求加强安全保障并调查真相 金参大使 还和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通话 提出确保日本公民安全的强烈诉求 为了应对事态升级 日本驻华大使馆 紧急召集日资企业 和日本人和下相关人员举行会议 并于当日降半期表示哀悼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亦对事件发表业例谴责 说这是一件极其落月的犯罪行为 并呼吁中方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在还日本公民的安全 在918事变93周年之祭 中国民族情绪高涨 中共当局借此转移民众对政府的不满 导致首日情绪始终蔓延 上述的这件悲剧是今年以来第三单 日本人是中国遇襲的事件 今年6月 塑造曾经发生日本母子 做到一名中国男子 遇襲击的事件 导致一名中国女子在阻止 行空的时候不幸遇难 近年4月 一名在中国工作的日本上班族 也曾遭遇女子襲击 摄二连三的襲击事件 激起了日本网友的强烈憤怒 twitter上断交、禁止旅游 撤离劝告等辞会迅速冲上热手榜 不少网友纷纷呼吁日本政府 也立即发布撤离通知 敦促在中国的日本人尽快回国 并提高对中国的旅游警示 禁止日本公民前往中国 一些激愤的网友甚至主张 停发中国公民的日本签证 因为既然中国社会如此仇视日本 那么干脆就断绝两个外交的关系更为合适 日本政府在今次的事件当中 更表达遗合的态度也都做到大量网友批评 以为这些回应过于软弱无论 中国社交媒体上 不少网友都对事件发表评论 即而事态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一些网友表示担忧 说这个会不会是故意中庸的结果 是仇恨教育的后果 中国会不会走向朝鲜目色 逐渐和世界隔转 一些中国网友执问 为什么要将国家退行封闭 一百年过去了 什么都没有变过 还有人嘲讽道说 二和团又要开始挑事了 对事件的报道也都在中国网络上迅速被删除 人发更多批评 辞条被切 照片被夹 这是对施暴者最大的重容和保护 近期接连发生的恶性事件 确实令人心心不安 9月19日 从下公司通过东京新闻发布消息表示 考虑到该事件对再怀日本员工的安全影响 决定被员工带着家人回日本 与此同时 日本汽车工业协会会长 五十零汽车会长片山正质 在当日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希望政府比以往更加努力 确保日本居民的安全 他指出 丰田 本田 日产等汽车企业 都是广东省设有合资工厂 各家公司正在积极收集信息 确保是中国的员工和家属安全 除了从下公司 冬志亦都向他的在怀员工和商务旅客发出安全警告 提醒他们要保持警惕 冬志在深圳持有分公司 集团在怀人员大约有100人 冬志对此事件高度阻视 已采取商业措施 某个零件製造巨头话 将推辞员工的附和出差计划 硬下无法追加对华的投资 财信传媒董事长謝金河指出 该被剧发生之后 很多日本企业纷纷宣布 在中国的员工携带家属回日本 并承担费用 他认为日本企业加速撤离中国 已成为趋势 深圳事件可能会准备加剧这个趋势 謝金河提到 这个事件发生在一个特别敏感的时间节点 918纪念日 正在中国国内首日情绪高聚的时刻 他警告如果事态继续恶化 可能引发更大的冲突 历史上很多的争端都是由小事发展而来 謝金河还指出 近年来已经有多家日本企业宣布撤离中国 包括三菱汽车、新日铁、苏州大同电工等等 今次深圳事件可能成为更多日本企业 这个现象正在逆转 现在日本企业撤离中国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謝金河还说到 很多日本人对台海局势感到担忧 尤其是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 《台湾有事制、日本有事》的论典被受关注 他认为日本实际上臨着比台湾更大的风险 因为中日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仇恨 几十年来中国的抗疫劇不断播放 这种仇恨被代代相传 使得中日关系始终紧张 他最后指出 台湾企业在中国已经连临巨大的压力 而日本企业的处境更加艰难 今次深圳的悲剧若处理不当 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外交和经济效果 阿修各国需要谨慎应对 并且密切关注局势发展 媒体人此把名夫也在Facebook上发明表示 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反应教育和宣传力度 导致仇恨日本的事件接连发生 近期的几个事件 例如中国网红两次在日本政国神社小变和图压 以及中国直播音员在日本NHK节目中脱谷批评 日本政府都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强烈不满 他认为最近深圳日本丫童语集的悲剧 或者和中国政府高调纪念918事变 并且煽动民众的首逸情绪有关 此把名夫指出最大的责任当然是属于 恨空者和重用仇恨的中国政府 但他同时也批评日本政府长期以来 对中国采取的虚准态度 例如今年8月26日中国军机侵犯日本领兇 而在第二日日本自民党就派出 由现在进博率领寄日中友好访问团前往北京 并且和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会面 但没有提出任何抗议 反而强调日中友好 还讨论了日本高中生富华旅行的思议 持版名副长一部表示 面对像中国那样的流氓政权 如果不采取强量的态度 一味只是笑脸商议 反而会助长对方的气焰 持版还提到 中国不单止反日首日 同时也有反美首台 今天发生在日本人身上的事件 未来可能同样会发生在台湾人身上 因此在中国的台湾人应该早做准备 有网友在评论里表示 联邦不居 台湾的中国协力者也不是少数 令人心慌 还要来批评日本政府对中国太过软弱 认为对流氓国家就应该采取强硬的反击态度 中国人的反日情绪 确实有羽翼俱增的趋势 8月29日 是中国山西产的一个旅游景点 日明新村印有 雍若旗T恤的西方人被小粉红刁腊 小粉红质问说 你穿这件衣 难道不知道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吗? 除后小粉红报警 不过 中国警区警方表示 这个是个人穿衣自由无权干涉 可说不像西方的衣服 这是斋肿 你可以据 reward 你令人贫?!" 的是培异 Oh,你小amped 是培弃 你是保护别理 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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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7日,北京圆明园发生了一场尴尬的冲突 一对日本游客在园中游览,上车随行的翻译帮手拍照 翻译换到一个合适的拍摄角度之后 礼貌地请站在那个位置的男子稍微让开一下 然而这个男子并不是普通的游客 而是一位常以爱国者形象示人的网号 面对翻译的请求 这个网红态度非常强硬,坚决不让位 甚至愤怒地质问翻译,表示自己绝对不会为日本人让路 他提到历史上八国联军侵华事件,称日本也是其中之一 因此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拒绝为日本人让步 不单是这样,这位网红还一直尾巴日本游客并不断辱骂他们 事件被拍成视频上传网络之后 就引发了意想不到的舆论风暴 很多中国网友纷纷指责他的行为 甚至翻出了他的救案 导致他诉讼已久的爱国形象想选笨塔 这句话你都不应该问,懂吗?在圆没圆 这句话你都不应该问懂吗?在圆没圆 另外,中共当局都不能够接受民众减少对日本的憎恨 就在几日前,中国的918事件93周年纪念日当日 又是中国女网红娟子在直播的时候把918不讲成为618 随后又调刊了几句人发众佬 直播间的网民立刻指出他的错误,并且要求他纠正 娟子并没有引起总是反而继续欺笑,不断辨解 面对大量批评,娟子是评论他反击 说自己没翻过河,不了解918事变 甚至表示自己不是中国人 这种态度引发了更大的舆论风暴 最后平台迅速采取措施直接中断了他的直播 并永久封禁了他的帐号 随后又网友曝光了娟子疑似被捕的画面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订阅、点赞 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 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